大家好 我是Charlotte 今天很想和大家分享乘坐冥想的姿势 很多人都会觉得 其实我很想冥想 但有时候我坐得比较久 我觉得我的脚开始鼻子 背部有点不舒服 肩膀有点酸软 所以今天想由最基本开始 如何坐 开始和大家说 首先大家会看到我这里 放了一个肩膀 肩膀是用来做什么 其实是想用来占高我们的座骨 平时没有肩膀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在旁边看 坐在这里的时候 很容易时间久了 背部很容易弯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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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弯越弯 甚至有少少寒背的感觉 有肩膀是用来做什么 首先你可以放在自己少少 然后坐上去 不需要坐在最中处 可离来 pewn Buy 那 γ 就可以弯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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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gust 整个冥想正心的期间 我们都可以保持着直的脚骨 亦都可以防止我们慢慢将背脚弯曲 第一个姿势十分之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叫做easy pose 首先我们可以翘上双脚 好像平时这样翘着就可以了 如果身头肛比较大压力 如果你觉得有点痛的话 可以放弱一点也没问题 选择自己喜欢的姿势 远一点点 然后我们把双手放在自己的大腿 或者是身头上边 在开始之前我会检查一下自己的姿势 首先我会和双眼 一个深的吸气 然后呼气 然后呼气 鼻吸鼻呼 检查一下自己的坐骨 有没有通过cushion 去到地上 好像一棵树的树筋 抓住地上 很稳定的 双脚有没有很稳定 有没有碰到地上 无论是我们的脚掌 又或者是我们的膝蓋 形成了好像一个三角形 感觉到整个身体很稳定的感觉 好像一座山 然后慢慢去到我们的肚 我们的脊骨上去身口 去到我们的颈骨 是否完全伸直 是否完全伸直 一个深的吸气 将肩膀缩高 呼气 再一次将肩膀在两边放低 你可能感觉到肩膀有少少向后拉 感觉到胸口的位置打开 肩膀打开 继续上去我们的颈骨伸直 下巴微微收入 和地下吃水平线 去到我们的头骨 去到我们的皇冠头的顶部 好像有一种无形的拉力 把你拉上天空 好像在云朵上面 有一种拉力把你拉上去 下面稳如太山 地心吸力把你聚在地上 上面有一个拉力把你拉上去 整个人的脊骨伸直 左肩检查好之后 我会开始肩膀放松 手臂放松 手脉放松 手脉放松 全身都是一种放松 放松的状态 即使是这样 我们的坐姿仍然是一个立正 坐立的姿势 在冥想的练习里面 我们放松我们的肌肉 但是同时地 我们的身体上面的感觉 是完全完全 知道 发生着什么事 非常之有力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开始留意自己的呼吸 吸气 吸气从鼻吸 身体扩大 扩张 呼气从鼻呼 身体收缩 收拾 收拾 再来一次吸气 吸气 expansion 呼气 contraction 你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呼吸究竟是快 是慢 呼吸的质素 有没有急速 或是和患 或是和患 吸气的时候 你的身体 你的肚子 有没有瘴 有没有瘴 呼气的时候 有没有像一个气球收缩 身体收缩 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坐在这里 去数自己的呼吸 跟刚才的一样 吸气长鼻吸 呼气长鼻呼 一 吸气长鼻吸 呼气长鼻呼 二 你可以数五个呼吸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7个 8个 甚至10个 你可以每一天 花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十分钟的时间 去做这个练习 每一次坐下的时候 都检查一下自己首先的坐姿 然后慢慢把身体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肌肉放松 去到最后 可以focus在自己的呼吸 鼻吸鼻呼 你甚至可以把电话 教一个Alarm 五分钟的时间 在五分钟的里面 给一个时间自己 去留意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身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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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